蛋黃裡面 葉黃素 玉米黃素跟鑫 它的量並沒有像綠色蔬菜那麼多 可是你要知道一點 就是說它的這個消化的吸收度 是綠色蔬菜的三到四倍 剛才講葉黃素嘛 可是葉黃素 我知道醫生自己有撇步說 怎麼樣從日常生活吃兩個食物 你就覺得可以讓它有基本盤 吃哪兩個食物大家先猜一下 大家覺得日常生活中吃哪兩種食物呢 你就可以基本盤讓你的葉黃素相對充分喔 現在請醫師幫我們解答了 對 像你先來看喔 什麼叫黃斑布 就是黃色斑塊部位 它的形狀 黃斑布的形狀 就像瞳孔一樣 它比這個瞳孔稍微大一點 但是呢 瞳孔進去的整個光線 它就射到黃斑 那既然它叫黃色斑塊部位 它就是黃色的嘛 那你先來看 你打蛋 中間是不是一圈黃色的有沒有 其實你要注意到喔 它那個一圈蛋黃裡面那一圈黃色的 就是葉黃素加玉米黃素 所以我們剛才有這個觀眾有講的也對 就是玉米 吃玉米 其實呢 你只要吃到蛋黃 它葉黃素 玉米黃素跟芯 也就是說你要認知到一點 就是說一顆軟會不會浮出一隻雞 表示說它什麼成分都有 而且它的這個成分呢都是很容易吸收的 所以說你可以去看那個報告就說 蛋黃裡面 葉黃素 玉米黃素跟芯 它的量並沒有像綠色蔬菜那麼多 可是你要知道一點 就是說它的這個消化可吸收度 是綠色蔬菜的三到四倍 所以我現在每天早上我都拜託我 老婆大人 他每天早上都會幫我 煮一顆蛋 就是說我每天至少一顆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只要是綠色的就好 為什麼呢 大家要想到一點的 結果綠色植物既然每天能夠吸收太陽光 它不像人 人只要站著吸收太陽光一個鐘頭 它馬上脫水死掉 植物站在那個地方 有的時候幾百年 它都站在那個地方不怕太陽 為什麼 它的葉綠樹旁邊 一定有葉黃素來幫它擋啦 所以大家就說很簡單 就是今天你也不要去寄什麼菜 你只要挑一顆蛋 然後呢 你只要挑綠色的來加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的 所以就是有一顆蛋 然後有綠色的蔬菜 可惡 然後又說百年 說百年 結束的蔬菜 車子 超級好了 故事 可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